歌台歌手 在六十年就開始跑舞歌台了 是的 是的 差不多 到底這個所謂的歌台文化到底它的特色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歌台它很熱鬧 因為有時熱鬧不管你在怎麼樣去玩啊 你回到家裡還是見面 但是歌台你一來就算熟不熟 你站在裡面你就是感覺那麼熱鬧 因為舞台上你就會聽嗎 有音樂啊有高雄啊有歌有夢啊 然後聽得好兒子讓人在那邊笑啊快長啊 超出熱鬧啊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這個氣氛都還是在的 是不是 其實我聊你還是跑歌台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2009年我還後期 對 我看到那些情況也是一樣也是很熱鬧 而且不只是在歌台 有的時候我就是結束了之後他們還有音樂一起出門啊 對 所以你那個時候再小一點 你第一次在歌台的時候你已經想是什麼 我小時候看歌台的影響都沒 都是陪奶奶去都沒什麼影響 我影響最上當是我第一次唱歌台 對 就是零組結婚的時候 就是零組結婚的時候 是零零結婚主持啊 然後在台下拿著麥克風的時候已經在抖了 整次唱我都抖我一直抖 我在台唱唱歌我一直抖 就是我一直站在那邊就不會抖了 就三首歌唱完啊 然後過來就下台 就默默的一個人這樣在那邊唱 對 那台下的觀眾什麼反應呢 對 對 不會啊 其實他來我表演的那台呢 對 第一台我第一次看過他 我就跟他的朋友就是在以前的時候 我會在他的那個那位 我就跟他說 這個人一定好 呃 所以他聽人家待在那裡還有戲感嗎 沒有有戲感 他就是呆 但是呆的就是很可愛 他就是呆的就是很可愛 他就是瘋到笑 他都知道了 他他本身很討好 這個人要表演 這些人做回自己 這就是最真的 是的 那跟牌呢 他很真 他就是 沒有人做假 因為你就是跟牌底下很多 然後到這些人 他就直接想 因為他就直接去編排 就是靠你 你有多少人力 所以他就是最直接的 所以 人家怎麼會講 看他有什麼這樣子 我還覺得 這樣子的話 那個是 黃啊 什麼的 其實他就是很直接了當 他也沒有過 就不到草根 就直接了當 那你認見了一個 很多藝人合作過 其實看他有什麼 那最有影響呢 就影響了一點是 民主界面 因為從小到大 因為他媽媽 我媽媽也是在戲劇班出生 原來戲劇班出生 那麼到我們這一代呢 就是從小到大 我覺得他從小到大 嗯 那 我 我先出道 但是後來呢 因為那個時候 我晃 不知小孩子很亮 所以我就 我就沒有出來了 那時候 就在我沒有活動了 那時候 他媽媽也說 欸 再出來看吧 然後我就出來 所以呢 就 可以想跟他們倆姐妹的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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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我好像唱得跟他一样 那个时候 你真的也从小就耳楼木然 然后看到所有很出色的歌手在台上的表现 激发到你 就我进入客台的那时呢 一个试用器 我就一直在台下一直关注 那些歌手啊 主持人怎么有这样的收获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当歌手的时候 怎么样觉得你愿意配合 然后不要说你要查什么Key 就我就自己听说不知道 对啊 这些歌手呢 其实 呢 刚才的歌星 他们对你说这些音乐呢 他们真的是 啊 我说 我讲的 我讲的 各大音乐很像女王 就是他们的很能够自己 这个耐力很好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是 你的 他自动 他没有 你没有 你自己要把你 唱什么歌啦 包括你要怎么样 去知道你的Key啦 你要想自己想办法 没有人会懂 就我好像生命力非常的堅强 你用我穿的衣服上 对,然后你的服装 没有人会告诉你 对不对,你要自己穿 哦,可是你的手不方便就对了 对,可是你们的服装 每次这么复杂,细节这么多 对啊 可是我看好好准备一次那个衣服 天啊,怎么一件衣服需要 然后这么多虚 对,而且你们不单这些 比较说歌手来说 一天可能跑七个台 那七个台也是会换装吗 没有嘞,以前我们早期跟林哥台 以前早期,我们是没有拍时间 我们真的是跟时间赛跑 看到对面,我还有在唱,快快快快 可能有一次我转移动了 我没有转移动了 来到我号室一个号宝 哦,基本的机会到时间 是我女权派人 我还在一家 那些事情有没有 啊,在那边有没有了 这游到台有没有到没有 是啊 但是我们现在有拍时间了 OK,OK 我们现在有拍时间了 我们现在有拍时间了 然后你会照着你的时间秒去 嗯 再长几点来讲,长几点是一定 那你怎么,怎么去安排说 你几点可以到哪里 在哪里 在街上有什么选择啊 那就是前一天的时候 你要跟你的自己 司机先联合 我们要从哪条路线去 那里不会栽成 然后我们要顺顺的这样子 他们现在也会比较幸福 我们以前很鼓啊 接起来的嘛 对,以前我们早上去排队 他听说,这个 10点去排队 那我们9点去排吧 然后他一早 不然是5点 然后那个时候 11点,10点,9点 所以刚才我们把这些 先到,先到,先到,先到 先到,先唱 那是不是因为那时候 没有收集一个配件 没有,所以没有办法 就只有人到 才有办法验诺 对,那些好多啦 那些好多啦 那些以前的歌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我们很合的 而且到现在出币 他的擤丝 有哦 就是,一天的时候 有哦 我们当然 准备了些画面 哈哈哈哈 这边的画面 对 那边的画面 是吧 对 就是 对呀 就是那个画床啊 然后可能 衣服群啊 因为你要知道去歌台,它没有舞台,它没有一个休息室 你要自己找地方,你要自己知道你要在哪里做 总是你吃歌台就是,你只知道听完到哪里唱,你要去哪里 然后其他的事情就是你所保管 你给到后面看去不找地方玩 那他放到顶色,第一次就撑开玩 你就是,就方便,我就穿着脱衣服的歌 我会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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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 反正我的色彩也没有人跟他好 请问,当主持人还是当歌手吗 我最想问这个问题 呃,这么一讲呢,其实更有更开心 那当一人呢,就是,诶,装入了这歌唱 我这边唱三首歌,我另外一台又唱三首歌 那,那个,那个观众朋友吗 我最想说那个歌唱 我这就会上次我会终于他一套衣服 但是,做出事不实哦 你第一,你要来听就会有没有人来看 第二,你要知道今晚的歌进来 你唱,你不真的出这个唱 对,你就看不下了这个,你接我来唱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没有变派 呃,我曾经用断台的问题 一个小时时,为什么断台的东西 然后你就是更新鲜吧 那你就要再讲啊 你自己接近表演,就要发挥你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在断台的时候 你自己发挥的这整个台呢 还是很,很棒的话 那,公演了 哦,那我聊呢,你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唱歌 因为我想面对断台的一个名人 因为我会唱歌嘛 所以断台的时候,你可以唱很多歌啊 那,那我妈一个钟头15分钟后呢 我要唱四二首歌 那我们就可以出传机了吗 哦,哈哈哈哈 我,我,很难继承什么呀 对,然后,从09年开始 就有叫这个,断台 然后呢,你对准备回来的 更大发展有什么期许吗 我希望是多一点年轻人回来 是,我希望有这个很多啊 对,越来越多了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回来 观众歌 那一分呢,几个都很棒 我会见面真厉害 对,北方是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唱起了 那一分呢,其实他的过程是蛮熬的 他是从看歌台 然后就是为了坐在跟哥哥坐在台上看歌台 就因为他当时我断台 然后人家说,你会唱他就来 就看他,就乱乱去台上这样来 一唱六分钟就来 他说,他说,你不晓得是自己耶 他就是从小山激民 所以他现在虽然很年轻 但是他的歌迷已经离场了 对 我跟女儿为了下来这个 不过说的歌台文化 我们怎么要去发展呢 我现在觉得呢 就是歌台文化 他从 他的主事就是 现在非常注重引体 就是阿密尼啊 这些很多的 这些很多的 背景 我觉得歌台已经少了以前的那种 舞掌柜 就是以前有什么 脱衣服啦 一些雜质啦 套修啦 然后以前有 有话题 就是很多是多彩的 现在就是歌星也只唱歌 希望说 呃 怎么讲呢 希望歌台 将来还是 呃 呃 从年轻到老一辈的 都能够 符合这个味道 就是各式各样的 更多的这个介绍嘛 对 对 嗯 嗯 那这种主事就是 就是 唱歌的 那我让你从 现在就是 你这一代的歌手的角度 来看这整个发展哦 你觉得现在 最大气烈的特色是什么 还有除了有 新的多人加入之外 希望说还可以看到 加入什么样 不一样的远处 嗯 什么样的远处啊 嗯 什么样的远处啊 就像日常 觉得 嗯 可以加入多一点 一个 四年轻人的 那个高校的主持来 啊 就是 美容方面 那视觉方面呢 其实很多要不要说 主要新媒体啊 雷射啊 等等 就是要静起的这个 歌台的演变哦 那这一次呢 还有人收尾一辆 正式来到这个 这个 那 歌台新第一辆 好 很快呢 就要在节目上 跟大家见面了 也请两位呢 给大家观众朋友 提供一下这个 节目的详情 嗯 刚才新的一样呢 就是今晚有八年 正式开出 那我想 这是一个 不错过的节目 你一定要看 因为 我们本身做评设 就觉得 太精彩了 对 对 真的很精彩 而且这个 年龄是从四六岁到 六十一岁多啊 真的 所以是 不同年代的歌手 在同个台上 就是 就要定要有个 十年 在同一个平台上 所以 呢 把这个歌台的文化 带到这个 大众的续合电视媒体 希望了更多人 需要进入的 电台文化 再出更不同的 这本味道 下次感谢两位来到 节目宣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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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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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之前有约的面部光源